中国三大悬空寺之一的乔楼殿 便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景行县的 苍延山福庆寺之内 此寺始建于隋代 原名为兴善寺 后于宋代改名为福庆寺 并一路延续至今 因其拥有悠久的历史 所以这边也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而苍延山内的乔楼殿 则是电影《雾虎苍龙》的取景地 玉交龙就是在这儿跳下去的 它也是86版西游记的取景地 但我去之前不知道 所以只找到了一点场景 后边细说 而在游戏《黑山画武空》中 这座桥楼殿则被做成了图中的模样 本期视频也是我《黑山画武空取景地巡礼》的第29期 各位在我的主页搜《黑山画武空》 就能找到过往的全部节目 我是今年三月份从天津自驾过去的 快到苍延山的时候 给堵在路上了 因为这条山路比较窄 大车多 后边还有隧道 所以自驾并不好走 费了好大的劲 终于抵达了苍延山的停车场 附近不远处便是景区入口 票价是55元 现在是旺季涨到了65元 然后乘坐百度车上去 这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 沿着这条有商贩的路 和人群一起往前走 一路能看到一个硬山卷棚顶小房子 它的旁边就是景区导览图 看来这边就是真正的检票口了 它的里边则是非常后现代的横哈二将造像 配色又大气又大胆 进门右手边便是苍山书院 这是一个始建于明代的院路 旁边则是打火机自弃处 进山的时候千万不要带火种上山 不然你身边戳了山火 再从你口袋里发现打火机 那属于是黄泥掉进裤裆里 不是屎也是屎 再往上走就看到了两块明碑 其中一块是嘉境碑 另一块只能看出是明代的 其余细节全都模糊殆尽了 而它附近还有个面阔异间的硬山顶小房子 走近了一看 发现这原来是奎兴阁 它的这个姿势就叫做奎兴踢斗 再往上爬就看到了一座面阔三间的建筑 其屋顶为前半截卷棚斜山顶 后半截硬山顶的勾连搭结构 画风则是一眼明清 初步判定为戏台 但如今它已经是石碑仓库了 不过这个建筑是可以登上去的 正好堵堵 这上面的碑基本上是以青碑为主 大致可以分为功德碑和重修碑脸类 还有一块世装壁画墓的文宝牌子 而看完这块民国碑的内容后 我们发现这里其实是山门碑楼 之前判定为戏台的结论 就此推翻 然后我们一路往山上爬 就来到了文昌殿 殿内供奉的是文昌帝君 是主持文运功名的神 说白了就是帮你上岸的神 殿内不让拍照 就殿外摘养一下 再往前穿过跃动门 就能看到一个狠心的大戏台 这个露天戏台 看起来仍然可以用来表演 它对面的卷棚顶小房子 目前只是个面馆 但以前必有供奉 不然不可能让它面向戏台 但如今这边只剩下 新中国掌管面条的神了 然后再往上走 远远看见一个面阔一间的小屋 走到近处发现 这里供奉的不是别人 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看来苍延山的西游机园 是处处皆在 然后我们向上 走进一个新的院落 再经过这个 写着别有洞天的小门 在附近的碑壳里 仅能辨认出一块道光碑 再往前走就是一个山洞了 原来是这样的别有洞天 该说不说还挺硬核的 如果不去别有洞天 可以去另一侧的万仙堂 这是一个始建于明代的院子 入口影壁上有彩绘 它的正殿是观音殿 其斗拱确涕多用镂空雕刻 殿内有悬速 可惜不让拍照 其两侧配点 一边是财神殿管财富 一边是药王殿管健康 屋顶均为卷棚硬山顶 后边的殿内一律不让拍照 倒是省了我一半的工作量 再往上爬一段 能从路左边 看到一座关闭的观音堂 这是面阔三间的悬山顶建筑 外形一眼明清 十几年代未知 再往前一段就是悬凳踢云了 这个地方非常陡 可以和泰山十八盘中的中十八相媲美 在这攀登的时候 一抬头就能看到那处取景地了 加把劲继续往上爬吧 一天干出一星期的有氧强度来 终于爬完了这一段 出来看到的第一个建筑 便是福庆寺的天王殿 官方牌子上说这是金代建筑 我读书少可不许骗我 天王殿是一座二层楼格式建筑 面库三间 屋顶为斜山顶 下层屋顶附黄绿二色琉璃瓦 上层屋顶则有一个琉璃方圣 二层民间的补肩斗拱用了斜拱 且二楼的斗拱都偏古朴 确实有金代的味道 一层耍头形态花样甚多 看这个搭配 龙头耍头加如意形甲昂 看起来清理清气的 侧面则摆着一块字迹清晰的 民国年间的重修碑 想来后世修缮的时候 应该是把历代元素都保留下来了 下面我们走进店内 能看到里边摆放的是四大天王造像 不知取景的时候 有没有把这些都扫进去 另一侧的廊下 每侧各有一块功德碑 旁边还有五块碑排成一排 其中有嘉庆年间的重修小桥楼碑记 有两块未看出年份的黑色功德碑 有乾隆年间的重修小桥楼碑记 以及康熙年间的重修碑 再往后还有大量的重修碑 不一一列举 这些都和后边的桥楼店有关 它就是我们重点要看的取景地了 大家好我是徐公 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 我背后这个地方是河北市家庄景兴县的苍延山景区 看背后这个店熟悉吧 一会咱们就来一起好好逛逛这 桥楼店也是一座面阔五间 近身三间的二层楼阁式建筑 它就是黑神化悟空取景的地方 换成现在的视角有没有感觉熟悉一些了 现存的桥楼店是一座清代建筑 其耍头多带云纹 下方则是我们刚才所见过的如意形甲 二层的斗拱则和前面一样 保留了一些金代斗拱的画风 但没有很多 其名间雀涕则是典型的博古文雀涕 其屋顶仍是斜山顶 两层均覆盖黄绿琉璃娃 观感比前面的天王殿华丽不少 诗文是华丽的盘龙大吻 几叉有狮子拖宝瓶 另外几叉位置有掉色区域 不知以前是有字还是有护法武士 至此我们就看完了黑神化悟空的取景地桥楼殿 但是不着急往回走 后边还有大的呢 它的旁边则是一座面阔五间的圆绝殿 这也是一座明清建筑 其屋顶为斜山顶 顶上有一座宝塔 殿内不让拍照 但从远方看 目之所及的造像应该是新的 然后我们越过这座桥 一路往山上走 就来到了苍延山的玻璃观景台 站到对上边脚下的风景尽收眼底 玻璃的就是好 因为它透亮 我们既可以在这里饱览山间景色 也可以在这边拍照留念 然后我们往上走 来到下个建筑群 并抵达梳妆楼 这是一座清代的硬山顶建筑 里边供奉了多位女性神灵 虽然不知道一楼的神是哪一位 但也有人给了贡品 再往上走就看到了一座财神殿 这是一座硬山顶建筑 里边供奉五财神光宫 旁边还有一个寸当点 再往上走就来到了峰回轩 此处在抗战时期 曾是井行县长的办公地 附近本盖还有烈士纪念碑 但是我没找到 只在附近找到了一块明代的碑壳 而这里的出口则是一处造型非常别致的门 它上面的三角形区域内 应为琉璃八仙 下方为琉璃花草浮雕 最上方则推测为南极仙翁 八仙向来都有九个 这并不稀奇 然后我们再往前 又看到一座硬山顶建筑 这其实是一座弥勒殿 里边供奉的是五子系弥勒 弥勒即是未来佛 未来 拜 再往后是一组建筑 我们从近到远 一个个看过来 距离我们最近的烟霞山房 实为地藏殿 供奉的是地藏菩萨与十大阎王 里边是地狱场景 塔则是妙法莲花经宝塔 虽说是明塔 但外观修缮的嘎嘎心 下方据说藏有佛经 后方那座华丽的建筑则是圣母殿 其屋顶为歇山顶 而这位圣母则是苍山圣母 据说苍山圣母便是隋阳帝的长女南阳公主 因不满尘世而在此出家 金枝玉叶 亦归空寂 后颜其屡屡显盛 最终于清光絮年间被封为慈幼菩萨 民间又将其称为三皇姑 在民间三皇姑信仰有很多不同说法 比如在河南一带 三皇姑的原形便是楚庄王的第三女妙善公主 因献出首眼旧父而获得千手千眼 这就和千手观音结合起来了 在河北宝定一带 仍有三皇姑献出首眼旧父 获得千手千眼的故事 但皇帝却是个架空世界的皇帝 哪怕是河北景行县当地也有三皇姑献出首眼旧父 获得千手千眼的故事版本 但故事的发生地却换成了观音菩萨的故乡 星灵国 列出不同的版本可以兼听则明 了解更多民间传说的发展脉络 再往后则是宋子殿 里边必然是宋子观音 我已经替你们求过了 祝愿各位天命人早生三胎 然后我们继续往上 越过这蜿蜒曲折的山路 就一路来到了通天洞 这是一个很窄的山洞 但是他没通往天上 而是通往一处休息区 如果休息的时候无聊 还可以在这逗逗虎先锋 渴了可以在这边买水 现在我们一路再往上登 就来到了位置很高的南洋公主庙 这些全都是金带建筑 风格则是仿堂 门口两侧的两尊造像 并不是横哈二将 而是御师公和秦琼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门神 再往后就是三皇姑大殿 管拍照非常严格 但是后边刻字的人就没人管了 最晚的刻字署名是2023年的 再往后就是公主坟了 无论是建筑还是两侧的石像生 都是金带产物 但里边的坟可是真正的古坟 下面我们沿着木道下去 发现地宫里冷气刺骨 比上边还冷出去不少 而地宫里面居然有三口棺材 我们前面提到过 三皇姑本质上是一个人 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棺材呢 是埋了前后三世 还是埋了两个侍女 这就不得而知了 从这边走出去前面又看到一片坊古建筑区 这肯定是新建筑 如果清朝雾底弄成这颜色 非得给他们咔嚓了不可 这里边有好多娱乐设施 甚至还有童心锁 这是寺院景区不可多得的陈设 另外这边还有一个设施 非常考验各位施主是否足够虔诚 但通往更高处的道路如今已经锁住了 就从这边出来继续往前走 上上下下一番之后就来到了玉皇顶 这里无论是建筑还是室内的造像都很新 据说后现代已经不够了 甚至有点未来主意了 院里的工作人员非常负责 虽然只有我一个游客过来 但仍然不厌其烦的提醒我 店内禁止拍照 玉皇顶旁边本有所到 但我去的时候没开放 只能选择步行下山 通往东山的道路关闭了 所以只能从唯一的下山通道下去 从这个口出来 能从旁边发现撬开别天磨牙时刻 这是明代景形支县杨潘贵的书法 指的是刚才走过的山洞 可通往一个别有洞天的新世界 来了 大的来了 这个山洞以及附近的山路 便是八六版西游记中 第四集囚困五行山里 幼年唐僧的取景地 在电视剧中 小唐僧曾在此处 与一个捕鱼的大叔擦肩而过 用柴换鱼放生 我们来进行对比 墙和墙构造相同 山崖与山崖构造相同 拐角处都是向上的门 我这个视角不好 就去西游记摄像师王崇秋老师那边 拿了个图 你会发现修缮之后 比之当年大不相同了 再往下走 能看到一座石经床 凑到前面仔细看一看 发现这居然是一座原代经床 这真是个意外的发现 也是我旅途之初 所未能预料到的惊喜 再往下走 就回到了桥楼殿区域 后面的道路 都是我们之前走过的 不再赘述 我们今天的旅途 也终告结束 这次唯一的遗憾就是 我在去这边之前 只知道它是黑神话悟空 和卧虎藏龙的取景地 却并不知道 它是八六版西游记的取景地 所以很多场景 我都没有刻意去找 虽则如此 我们也不难发现 它与西游文化的密切渊源 黑神话悟空的巡礼之旅 只是我们邂逅它的开端 而这边独特的地方信仰 以及与历史深度结合的神话传说 才是一片更加浩如烟海的宇宙 或许这便是它与西游结缘的原因 也是它与我们结缘的天命了 看到这里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 和徐宫一起读城 一起旅行